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调节它的宽度和高度 好,确定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文字效果,首先它先用不上这些工具栏里的任何一个工具 只有文字工具我们可以用到 首先我们先到滤镜下 寻找杂色选项中的添加杂色 然后我们把数量调为最多 这样杂色的效果就越明显 当然我们还要选择高丝分布 这样让杂色失去一些顺序 一些规律 在这里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单色这个选项 一定要把它勾上 是杂色变为黑白两色,为我们后面的效果做铺垫 好,添加完杂色之后 我们继续去滤镜下 选取 树苗效果中的各黄渐变 各黄 然后我们把它的细节调为最多 10 然后我们再调节它的平滑度 这样它就出现了一些水波这样的效果 好,确定 在这里我们打上我们要打的文字 你可以自由选择字体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水文字 所以今天我就打个英文的水 W-A-T-E-T-E-R-Water 把这个水 把这个水颜色变为白色 添加白色字体 然后在这里我们双击文字 会出现图成样式 我们把最后面这个苗边给它点上 然后我们修改它的数据 然后我们修改苗边的数据 在这里我调整它的边 调整为8左右就可以了 位置一定要在外部 如果是内部的话 它会盖住字体本身的颜色 这里正常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它的颜色 改成黑色 好,确定 这样这个文字就会有个边 然后我们把文字上个画 在这里上个画文字 上个画文字之后 之后我们再把文字和背景合为一体 在合完以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效果 就是滤镜下的风格化中的突出 在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块突出 一个是金字塔类型的突出 在这里我们选择金字塔类型的 像素大小为4或5 4,5左右 深度为20到22 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随机 另一个是基于色阶 在这里我们选择随机选项 随机选项 就确定了它的不确定性 基于色阶的话 它就会按照一个由浅到深的顺序去排率 所以我们不选择基于色阶 现在我们点确定 好了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使下文字的效果 然后我们为这个 使下文字做一些修整 选择图像下的调整中的 色相 饱和度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我们使用字的颜色 好了 大家注意这里 我现在如何调节色相和饱和度 它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 着色选项 只有勾上了这个 着色选项 它才会体现出色相和饱和度的效果 我现在勾上它 现在它又会出现了色相和饱和度的效果 然后我们来调节 因为水的代表色是蓝色 所以我给它调成蓝色一点 明度暗度你可以自己调节 随自己的喜好 好 确定 这样我们今天这节课使文字就完成了 好 感谢收看由21互联远程教育网推出的课程 再见